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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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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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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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广西这边的人是挺热心的 平时你到哪里的话 你充上电啊什么都会给你充的 有时候给钱了他们也不要了 记得前段时间呢 有一位浙江的主播 他自驾游一家人呢 自驾游到我们广西的重组 然后他访识这个路边的甘蔗 然后进去就问了浙农 浙农直接送给他一捆甘蔗 而且也当他下好一番钱都不要 让他很感 让他一家人真的很感动 所以呢来到广西呢 想吃路边的水果也好 甘蔗也好 最好跟主人打声招呼不要偷 你跟他打声招呼的一般都不用钱了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南宁港的新的港区 是从市区里面搬过来的 也是所在位置在雍宁区的普庙镇 这个普庙镇的话历史是很要求的 他就在雍江边跟那个八十江交汇处的 所以他往南的话就是以前就是广东了 因为以前新州是属于广东管辖的 所以他自古是工业品的农业品的集散地的 商贸也是一直以来都是挺繁荣的 那现在这个普庙镇的也挺幸运的 是雍宁区行政中心的所在地 而且现在南宁的话是重点向南向东发展 他也是最大受益者 现在普庙镇周边都是大开发的 很多地方都开发很多工业啊 地产啊等等之类的 还有很多闪业也布局在这个普庙镇的周边 而且这个普庙镇呢 因为他外地人不是很多 所以他讲这个方言啊 这个百话还是保留着比南临市区那边要好 大家现在的话普通话的话 谁都会讲的 从小孩到老人这样 就是方言的话可以当做第二种交汁的用语 这种交汁的用语